演员唐美云致力于歌仔戏传承不遗余力 自菩提禅心到高僧传系列 累计演出114部歌仔戏 今年首部推出作品会员大师是他扮演的第20位高僧 唐美云历经哥哥与父亲往生 新生出家的念头 因为妈妈的一席话迟迟没有削发为你 因缘际会下 接演大爱电视的菩提禅心与高僧传系列 演艺生涯艺员出家梦想 也从演艺高僧过程中皮湖灌顶 原来用歌仔戏专业表演 不但利益众生 自己也大有斩获 会员大师一生修法 红法 护法 唐美云深得共鸣 提起当初成立唐美云歌仔戏团 就是因为明白歌仔戏的美 甘愿付出一切 将经典好戏传承下去 秉持这股传承信念 虎年春节假期 初一就带着团员们到宜兰传艺中心 进行为期一个月 每天两场经典折子戏演出 正因感受到 会员大师成立僧团的坚持 唐美云也期许 自己要保有坚持不退的精神 高僧传系列会员大师 安排在道安大师之后 播出有其用意 两人为师徒关系 代表传承 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是为人师表的一大乐事 唐美云一生玄命 传承歌仔戏技艺 明白老师愿意教 也要学生愿意学 所以名师与高徒间的契合 总能感动人心 旗下闪耀青年团 都是他自己细心挑选权利栽培 还昵称 他们是小糖果 对唐美云来说 这群青年学子 不但他心中甜蜜的附和 更是歌仔戏未来的希望 2022年4月3日 国宝级歌仔戏小生唐冰森 因心脏衰竭逝世 享其瘦93岁 当年4月14日举行公祭 亲友们到场追思 女儿唐美云丧痛而消瘦了7公斤 讲到妈妈就想哭 再多不舍 她还是要学习放下 她妈妈走不开 不愿让母亲唐冰森受 侵入式治疗的折磨 唐美云当时签下放弃急救同一书 她感慨 妈妈身体用90年了 都坏了 不过她说 妈妈是自然状态下离开 在睡眠中并无痛苦 这几天 她时不下咽 也睡不着 有次半梦半醒间 彭腐感觉妈妈来到身边帮她盖背 我不敢睁开眼睛 怕睁开了 熟悉的感觉就没了 唐美云93岁国宝妈妈唐冰森逝世 她还未走出丧母之痛 坦言 因为今年上半年 妈妈才走 母亲这两个字 对我而言 还是有点害怕碰触 因为还是很想念她 所以很舍不得 唐美云胸闷缠身 医生检查后 发现是缺体 血红素太低 她开玩笑说 开始工作后就不闷了 之前会胸闷是不够忙 唐美云歌仔戏团彩排的 张世珍夏凡 是唐美云第一次 看父亲演出的剧目 唐美云说 从事表演工作这么久 我从来没想过 会以这种形态 跟观众朋友见面 对我个人来说 这是一场很难得的表演形态 演各种角色 我可以去诠释 去学习 但是演自己不行 所以最难不是演自己 而是把自己 交给进剧场的观众 做个好朋友 2021年度 旗舰行连续剧 《孟婆客栈收视率》 持续成把周末新波台剧冠军 该剧改编自 2018年 唐美云歌仔戏团 同名舞台剧作品 以现代手法描述奈何桥盼的《孟婆客栈》里 往来过客在转世时如何为记忆羁绊 该剧开播收视 屡次刷新公视台与台开台记录 总制作人唐美云 携手主要演员 芳心 张淑宇 陈竹生 陈新翰 周孝红 将推收视蛋糕 庆祝好收视外 也替新戏造势 剧中芳心与唐美云上演假约会 无时无刻手牵手 但皮笑肉不笑 而且还肉贴跳舞 距离不到十公分 两人笑说 根本是演名界偶像剧 而且 以前唐美云都演芳心的妈妈 如今错乱变男女朋友 唐美云说 其实大家都会轮回 女儿是儿子的情人 变来变去的可能性很高 芳心也曾 接过网络诈骗 她总扯一堆 跟对方玩 然后不挂电话 有场戏是在冰块上猛摔 陈竹生说 摔了六次 唐美云也受伤了 娄心童也摔得一身伤 唐美云说 看到陈竹生摔得这样 觉得真心疼 而且都没有替身 陈竹生则缓夹说 对武打戏 有向往 想便理连结的感觉 二十岁那年 有次到菲律宾演出 当晚有部剧名人士送花 送宵夜到后台 台南搬家推荐 并指明给她和团员们享用 这样的追爱行动 连续数天后 她才知 对方是一位台商之子 长得又高又帅 台南搬家推荐外表 比起明星丝毫不逊色 台南搬家推荐 但她顾虑到门不当户不对 开出若要嫁人 妈妈也要一起生活为由 让对方知难而退 她说 天底下有哪个先生 可以接受太太 一年365天都在工作 结婚势必不会幸福 所以我心中 自有定见台南搬家推荐 不要自找苦吃 二十几年前 唐美云因妈妈生病 她许愿如素将福气过给妈妈 开启了自己开始吃素的姻缘 台南搬家推荐 后来她因身体状况开刀 麻醉要消退后 台南搬家推荐那种追心刺骨的疼痛 令她至今难忘 躺在病床上 不禁想着过去吃婚时的料理过程的恐怖 当下十分后悔 决定从此终生如素 或许吃素后 台南搬家推荐人 也变得无欲无求 台南搬家推荐 只专心一意推动剧团的运作 最高纪录一年推出四部歌仔戏 台南搬家推荐 为了传承台南搬家 推荐她培植新人不遗余力 让自己只演出关键人物 男女主角都有剧团新人挑良 例如在搬家公司白蛇中 她演出法海大师 杨家将演出蛇太君 虽然没结婚 没孩子 台南搬家 推荐唐美云 将剧团成员都当做自己的孩子 搬家公司我也知道 不可能一辈子保护他们 平日尽心指导台南搬家 推荐年轻人 若执意自己闯 我也得学着放手 默默守在他们身后等着 冷了送暖炉 雨天送雨伞 做他们背后最大的依靠 2022年2月27日 57岁演员唐美云 历经哥哥与父亲离世 新生出家的念头 因为妈妈的一席话 迟迟没有削发维尼 没想到一元忌讳下 皆演出家人角色 在演艺生涯中 一元出家的梦想 唐美云是前程佛教徒 知数已20年 因为演新戏中 将演出地藏王菩萨角色 他于2011年10月 剃度皈依佛门 唐美云一生 立志传承歌仔戏记忆 也明白老师愿意教 也要学生愿意学 所以 名师与高途间的契合 总能感动人心 当求财若渴的老师 遇上了弟子求知若渴的那一瞬间 唐美云说 不仅弟子会被师父感动 其实师父也会深深被弟子感动 因为要找到一位有兴趣 肯付出 不怕苦 能坚持的人才 真的犹如大海捞针 可遇而不可求 2022年12月9日 唐美云制作 主演的《孟婆客栈》 入围第57届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 最具潜力新人奖 造型设计奖 视觉特效奖 创新奖等四大奖 也入为2022亚洲影益创意大奖三项大奖 唐美云13日率导演吴定谦 主演蔡震南 张淑宇及总编剧陈建兴 服装造型指导黄文英 音效指导于郑县 音乐设计鸡君达等主创团队 齐聚庆功 同享荣耀 唐美云说 妈妈离开后有一段时间 她只是过着制式生活 就连刷牙洗脸 也很少注意镜中的自己 不知道自己变成什么样子 直到被说怎么瘦那么多 不行再瘦了 有正式场合要穿服装才发现 既皮带也松掉 一秤重才发现少了9公斤 身边工作人员 怕她还要兼顾公演 演讲 推广等工作体力不够 每天盯着她一定要吃四餐 最近体重总算回来2公斤 但161公分的她 还是仅有52公斤 我也很努力 有维持在健康状态 因为还有很多事要做 剧团有很多人要照顾 我除了是家里支柱 也是剧团大家长 不可以倒下去 孟婆客栈总共花了1.1亿制作费 让唐美云负债累累 被问债坑还有多大 她坦言还有3000多万贷还 不过 她庆幸经历孟婆客栈之后 让她变乐观了 因此 10月初在国家戏剧院公演的舞台剧 临时因主要演员确诊 而在演出前一天喊卡 造成不少损失 她也乐观看待 当下只有舍得 可以换来参与的100多人的安全平安 虽然也还负债 但她认为 人活着就有希望 没有想那么多 甚至会乐观想说 只剩下几千万 我会给你 你 我得来 我的 我 是 我 的 总